要照您二位这意思 如今就是本钦差 是奸细了 为臣不开 倭寇奸细 神出鬼没 行动诡秘 令人防不胜防 所以卑职等人才出此下策 攒引不报 还请钦差大人恕罪 此战能获大胜 是因君请未曾泄露 请大人明察 看看看看 说的是头头是道啊 要照你们这么说 如今就是本钦差在这儿 吹毛求刺 为之不堪 严大人息怒 严大人息怒 看到他们斩杀窝寇万余人 并攻占大门岛窝朝之宫 您就饶了他们这一回吧 请大人 就饶过属下这一次 以后属下再也不干了 料你也不干了 拿上来吧 你呀 你写的这几本请供的折子 本钦差一律不批准 此战功 过 相得 不赏 不法 如果你若是再犯 定斩不扰 谢严大人 行了 都起来吧 起 起 起来吧 谢大人 谢大人 来 王公公 来 王公公 因奉严大人之命 钓鱼大游任福建副总兵 即刻上路 参将七纪光自上任以来 勤勉专政作战勇敢 台州一战已少成多 尽险致勇 即升为浙江水陆军副总四平 望再接再历 齐将军 您可不要辜负 颜大人对你的众望啊 谢钦差大人提拔 好 行了 行了 都散了吧 散了 谢大人 谢大人 胡大人 胡大人 你得理我去 是 王公公 王公公 没人知道你来见我吧 没有 马上交给法王的信使 务必在余大游夫人途中干 可是余大游手下有四千将士跟随 对 恐怕很难下手 余大游是知身夫人顶多带几个随从 他所带的兵马一个也带不得 对了 齐济光说他要亲自送余大游上任 是吗 千真万确 请公公设法让他留在月清 不用 他要去就让他去 一起杀掉 可是 提拔他是 颜大人的裸露子 只有杀了他 才能勇绝后患 颜大人那里 我去说 我明白了 其余的都写在信上了 去吧 是吗 师父 我与天总歌情谊相同 历经千辛万苦才到现在 希望您看到信后 能祝福我们 师父 师父 仙子 你现在明白师父对你的苦心了吗 我 师父 刚才他以为您真的要让他死 已经哭了好半天了 师父想要你的命 要断你一条壁 这些都不是真的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你说说你明白了什么 师父要惩罚弟子 错过了斩机 还有 还有就是 要借助汪元政 来全心为师父效力 不是全心 是死心塌地 是 就在刚才 孟元政已经败我为义父 我也收了这个义子 他发誓要效忠于我 为我效命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现在 你认为它不是好事吗 不 托儿认为是好事 是 为师在在外苦练武功几十年 目的就是要完善 我们的先师祖金伦法王 称霸中原武林的遗愿 是 那个时候 金伦法王虽然得到了蒙古帝国的支持 而中原武林一支一派都没有协作支持 最后功败垂成 想一想金伦法王一生的努力 真是让人格万兔 是一样 是 师父 而今天 为师得竟有大明朝最有权势的人支持 还有日本国后 数万枪兵为同盟 现在 我又有了汪元政 这个中原武林势力最强大的力量 为我效力 为师便定能实现先师祖的意义 招罚中原武林 贤子 这可是我派 贤师祖近三百年苦苦地追寻哪 是 师父 那你说 师父现在能容得下 有人在这个时候 智力怕歪吗 自然是容不下 所以今天师父才会用今天的办法 来惩戒于你 你这大疯子 你是多次手下留情了 包括这次 你也是为了他 而丧失了我们全奸阳天宗 齐济光等人 最好的时机 若不是师父疼爱你 你是活不到现在的 明白吗 明白 谢师父不杀针 是 那个疯子也不止一次救过我 也多次对你手下留情 指纹不报 自然有备武林之道 你在干下属时犹豫不仁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也是师父不杀你的真正原因 谢师父体谅徒儿 提量我也提量了 该为你想的该为你做的 也是已经想过做过了 所以现在 你现在应该彻底觉悟了 你和那疯子已经良清 他对你的不杀之恩 你也已经报答了 再也不见他什么了 对吗 对 你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 你也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知道了 既然知道了 我也就不想再啰嗦了 不过 有一点没事要告诉你 如果你还跟你以前一样 那里可朕就不能再怪师父无情了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 谁要当师父称霸武林 无论他是谁 就是当今的皇上 也一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我说清楚了吗 说清楚了 我说清楚了吗 清楚了 还有一件事 你将一须配给汪元正 以后就是他的人了 师父 我不喜欢汪元正 放肆 汪元正武功高强 意表人才 年龄和你相仿 最重要的是 他可以助师父成就大业 自然是你最适合的 夫君人选的 师父 如果您疼爱徒儿 您应该为我着想 我正是因为为你 为时才选择了汪元正 不 师父根本就没有为徒儿着想 师父想的 只是要惩罚中原武林 你才会拿我一生的幸福 去拢握那个汪元正 师父 师父 没错 师父就想利用你 让汪元正死心塌地 为我效力 他哪一点也配不上你 你这个逆徒 师父 师父息怒 师妹也是一时糊涂 请师父给她一点时间 让她好好想想 她自然就想明白了 师父 您就别生气了 气坏了身体 可就太不值得了 不知好歹的东西 师父让你这一辈子 享受荣华富贵 难道这是不顾你一生的幸福吗 这是别的女人 八辈子都修不来的福分 你还在这里说三道四 告诉你 我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等杀了那几个混蛋 和奇迹光之后 就要给你们办喜事 师父 师妹 师妹 你等等我 你等等我 你就不能先忍忍吗 别的事我都能忍 这种事你让我怎么忍 你讲硬丁有用吗 没有 可我死也不会嫁给那个汪元正 师父有没有马上让你们成亲 你就先忍忍 慢慢再想办法 如果找到合适的机会 我再劝劝师父 也许师父他老人家会回心转意呢 他不会 那咱们还有时间对不对 有时间有什么路 再怎么说 也比现在让你们成亲巧 是不是 你先忍忍 师父回头再提起这事 你不要硬丁 就先答应他 然后呢 先听我说 我让你先答应 又不是真的让你答应 指使下 先稳住师父 以后怎么办 以后 如果汪元正去逼师父 到时候还没有杀奇迹光和阳天宗他们 就逼我跟他成亲 我现在要是答应他 那我不是得去照办吗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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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倒是说话呀 师妹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那个风盖老五 现在说这个干吗 快告诉我 喜欢 有什么用呢 就是喜欢 对吗 我不想说这个 师兄 我们现在不要说这些好不好 我必须听到确切的回答 对 我确实喜欢他 虽然他疯疯癫癫的 可是他比那个汪元正强百倍 师兄 你怎么不说话了 好 我现在知道你喜欢风盖老五了 那又怎样 是吗 师妹 你喜欢那个风盖老五 在师父和汪元正面前 可千万不能表现出来 不但不能表现出来 还要装作回心转意 开始喜欢汪元正的样子 可我不喜欢他 你让我怎么做呀 做不出你要做 你只有这样 才能打消师父和汪元正对你的戒心 是 慢慢地脱颖昏起 说了半天 你就是用这个办法 脱就是办法 先如今 先答应师父 然后我们再想办法 会不像去了吗 我帮你离开这里 去找那个风盖 离开这里 如果再也没有路可走的话 这样做是背叛师门 如果你要帮我的话 你也样成了师门的判断 只要是你想做的 师兄就一定会帮你 师兄 还有一件事 你必须要清楚 师兄 就是那个风盖 他是不是真的喜欢你 我知道 他是喜欢我的 在这段时间里 你必须把你的想法告诉他 让他明白你的处境 你要知道 他能不能接受你 是不是真的喜欢你 能不能对你好一辈子 免得你到最后 连退路都没有 明白吗 你 你不用这样看着我 你的救星是你自己 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 做我认为对的事 我认为对的事 就像以前一样 谁让我是你的师兄呢 师兄 帮助你 是因为这件事 师父他做得不对 我只是想替师父 弥补他办的错 弥补他 不得已对你造成的伤害 师兄 我也不想背叛师父 这个我知道 但是如果真有一天 你离开了师父 我怕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你 所以我决定还是现在告诉你 你是想告诉我 如果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就是敌人了对吗 师妹果然聪明 这正是我想说的 如果将来 你真的和那个封盖在一起的话 我只能站在师父这一边 为师父而战 不论是谁 他只要妨碍了师父成就大业 威胁到师父的生命 营墙都会毫不留情地和他死战到底 哪怕是负出生命 留紧最后一滴血 也绝对不会退缩 不 师兄 我不要恨你成为敌人 我不要与师父为敌 师妹 有些事 是由不得自己的 但无论如何你要记住 师兄 师兄 对你 永远都不会改变 师兄 你 现如今 浙江抗裸正在关键时刻 朝廷就要把余总 Shadow 调到福建去 这不是明晏着 要削弱浙江的军力吗 诸位将军切莫胡言 朝廷也许是全面部署 现在福建郭焕比较严重 朝廷自始不能不管 不管怎么说 这个时候把于将军调走 这对我军是有害无益的 好了 齐将军 我又不是被罢官免职 到福建一样是抗国 今日齐将军升了总兵 咱们应该高兴才是 可看看这一片愁云残雾 好像是打了败仗 这哪里是给我老于送行嘛 于总兵说得对 无论是浙江还是福建 都需要有像于总兵这样的 骁勇善战的抗窝猛将 以后福建一带有于总定 而江浙一带有七将军 这样会给倭寇 制造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是百姓之福 也是朝廷之福 停停 你们停停 杨少侠也会排马屁了 于总兵 在下说的每一字每一句 都是肺腑真言 没有一点排马屁的意思 如果这是排马屁 我愿意天天排 好 就当是杨少侠对我们的勉励 以后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千万可不得有收血带来 要不然我们就成了国家的祸害 人民的祸害了 齐将军 这哪里是国家之祸 要说百姓之福 国家之福 为齐将军当之无愧 于将军 您过奖了 齐将军 请多保重 我老于就在福建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请于大人放心 齐济光绝不辜负大人的厚望 好了 齐将军 杨少侠 诸位将军 请多保重 在下朕就告辞了 回去准备准备 明天出发 好 我的夫人还不知道这事呢 好 宋于将军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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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将军 你的这位叔叔 派从不小啊 在我们日本 不管是权贵还是贫民 武夫还是农夫 只要听到肺渊勋的名字 没有腿部发软的 你们日本也就跟浙江差不多大小 你比这个干什么 快去迎接吧 大将军 那可是你叔叔啊 徐大将军 徐大将军 看什么 我都说了 你也要想和小军 你便宜上了 我看你的 我想要是 我看你 你也要认识 我看你 你也要认识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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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认识 你也要认识 你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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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太发拜托了 拜托了 假慈悲 那也是心计和智慧 法王协义子汪元正 以众徒 恭迎非元勋大人 非元勋拜见法王 王大头领 听大将军说 大人武功高绝呀 刚才那一招泰山压顶 简直就是惊骇戏俗啊 佩服 法王佩服 雕虫小技合足挂齿 法王夸奖了 大人不必谦虚了 能提起千金重物之人 虽不多见 但也并非没有 但能提起千金重物 却又能使脚下脆薄木板 丝毫未锁的 那却是凤毛麟角 少之又少啊 能在时步之外观察入微 就连在下脚下的木板 损坏了没有 我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的 当时恐怕也只有了了数人吧 来 大人 请 好 杨少侠之前派人告诉我说军中有奸细 我通过多方查找 终于有了回忆 我希望我们的判断是错的 我也不希望是他 没想到是重量之后 若是朱大人全下有志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 我们的判断是没有错的 真的是让人痛心啊 真的是让人痛心啊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的那封密信 已经到了倭寇的军中 他已经到了倭寇的军中 这次是代仪呢 他已经到了倭寇的军中 这次是代仪的军中 他已经到了倭寇的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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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齐极光将送他到福建上任 随行只有十余人 这可是咱们杀他们的最好机会 没错 这个机会确实是千载难逢 所以我们才应该坐下来 好好商量一下如何行动 有什么好商量的 让我带上他们三个人就可以了 北渊大人 你看呢 若是在明军群龙无首之时 偷袭月清 咱也水路直下温州 在杀了齐极光和余大游的同时 再狠狠地捞他一把 这个一箭双雕之计 法王以为如何呀 怎么 在下忽视了什么 非援大人 你果然是智勇双神哪 妙计 若不是非援大人 本王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出来的 好 就按大人说的办 杀了齐极光和余大游 再大大地捞他一票 不过法王 此季虽好 但我们若不能掌握 不过齐极光和余大游离开前所做的防御部署 能不能捞到肥肉可就难说了 肥原大人请放心 我们在齐极光身边的人 干的就是这个 草上飞 是 在 你速回月清 给咱们的内线传话 等齐极光走福建之后 让他将浙江沿海重镇的防务部署速速探明 待他新报一到 马上送到这里 一刻都不许耽误 是 大人 还有什么试将啊 法王客气了 这里不是一直都有法王做主吗 何必还来问我这个初来乍道之人哪 大人 你这可是大错特错了 以前本王在这里是做了一些主 那是因为大人你还没来呀 如今大人来了 本王就不用再担心 那些无能之辈武士了 法王 你是说我是无能之辈吧 本王说的就是你 你 你若不是无能之辈 又怎么让你弟弟含恨而死 法王说你无能 那是在夸你 大人 大人 法王 这是干什么 大人 你真是又让我对你光目相干了 是吗 本王只以为大人是志勇双全 却未曾看到大人更有取怀弱骨之德呀 因此甚感惭愧 大人理应受本王以外 法王请起 在下就是实话实说 法王谬赞了 谬赞了 先知肥原将军能争善战 两把窝斗威震明军 绝不是什么无能之辈 本王刚才只是要探下大人胸襟 故意诋毁一郎将军 现在才知道 本王是以小人之心 担惊今此之父啊 惭愧 惭愧呀 法王不必自责 你我既是同盟 理应坦诚相待 今得见法王之坦诚 在下又岂能不以坦诚待之 但愿你我二人 今后能结为知己 共同抗敌 那才是在下之所愿哪 大人所愿 正是本王所愿 不如你我二人 今日结为兄弟 大人以为意下如何呀 好啊 法王黏着 在下就叫一声大哥 大哥 贤弟 大哥 贤弟 毕朗 你给我听好了 还有你们 以后法王就是我的大哥 你们的长辈 法王的话就是命令 谁要是敢对我大哥不尊不尽 那可别怪我肥元勋不客气了 听清了没有 是 大哥 你都看见了 自今日起 自我肥元勋以下所有人 都听大哥指挥 安全马后 赴汤当火 再说不辞 好说好说 一家人好说 请 请 请 好好好 请 齐将军 赵再下来有何分房 为何非要到这荒郊野岭的地方来 事关重大 不能不加强防范 什么事这么重要 明天我要送于将军去福建 可以说 江浙地区的防务 就会群龙无首 可是于将军跟我出生入死 今日一别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所以我不能不送他 将军不是已经做了详细的部署吗 就算窝口来偷袭 将军的部署乃是万无一失啊 还有什么好担心呢 可是我们的兵力不足 算上于将军留下来的 还不足两万人 光浙江的海防线 就有一千二百海里 虽然温州 宁波诸府会严加防范 可是我泰州 这三百多里的海防线 就已经让我捉襟见州了 难道将军还有协防温宁诸府啊 浙江诸府 为我军兵力最强 其他祝福虽然不归我管辖 可都是大明江山 万一有什么闪失 我怎么对得起皇上和黎明百姓啊 将军的心怀真是令人贪腐 将军 您有什么尽量吩咐在下 朱将军 我走了以后 家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你要多操心呢 将军放心 在下一定不辱使命 朱将军我 上面 坐吧 再拿温宁 这可知 遗父大人对腓筵燕 是不是太过客气了 你和他结拜了兄弟 我们在他那里 矮了辈分不说 以后我们做事 是不是还得看着 他的脸色 袁正 你怎么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啊 我就是要让你们矮了辈分 在他面前处处小心 莫非义父 是被他的武功吓着了 袁正啊 你可真别小看他的武功 当他提起千金木香之事 你可注意到 战墙下的海水 海水 海水怎么了 你们几个注意到了吗 太粗心了 太粗心了 没事那是看得仔仔细细 你是说他把那箱子的重量 全都卸到了海里 而且是卸到了海底 几十米深的地方 袁正 你应该知道 海底有多深吧 深的地方有四十几米 最浅的地方也有十几米 几十米深的海底 在他一提间就翻起不沉泥 几十米深的海底 在他一提间就翻起不沉泥 不是狼独至极呀 他的武功在师父您之上 起码是在画千斤重两鱼无形 格物画力的功夫上 我还比不过他 那咱们也不用怕他 不用义父你出手 就凭我的天地水王毒 随时都可以要过他的命 你怎么能 相信我是怕他呢 那义父为何对他 如此前功呢 还要跟他结为兄弟 袁正 我这是考虑我们之间的同盟 而且 我不费吹灰之力地 占据了主党位置 让他们相信了师父的诚意 你若是敌 便化解了他对我们的戒心 要乱聪明 你们请谁都不如仙子啊 那是 仙子的聪慧 在下早就佩服了五体头地 仙子 梅氏已经把你许配给了袁正 从今以后 你们就是一家人了 你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一起 以后要多多地照顾袁正 听到了吗 师妹 快回大师父啊 仙子 我汪袁正 今生都会对你不离不弃 一生一世都会对你好 哪怕是粉身碎骨 仙子答应便是了 多谢仙子垂涯 袁正 感激不济 好了 今日出征和往日出征截然不同 所谓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这一次 我们一家人同信同德 同仇敌开 强敌何惧其风 为了义父 为了仙子 我定当冲锋陷阵 哪怕是干老徒弟 也绝不后悔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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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郎 叔叔从日本来给你报仇了 不管那些中原人 是不是跟我们一条心 也不管他们会怎么做 哥哥一定会 守任仇任 为你报仇 没有远见的家伙 叔叔 是在说我吗 你说呢 叔叔 那些中原人 没有一个不心怀鬼态 你让那个狗屁法王奉承几句 就任他做哥哥 还把统治权让给了他 这些中原人 本来就去找他 你瞧不起我们 现在 岂不是更瞧不起我们 你说完了吗 没有 叔叔 你一来就应该镇住他们 让他们听我们的 现在倒好 我们还得乖乖地听他们的 叔叔 尤其是那个什么九屋法王 更是阴险至极 还有吗 你说了一大堆废话 更证明你毫无远见 难道让九屋法王 骑在脖子上 就是有远见吧 只要能达到目的 让他骑在脖子上 你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是日本武士 宁舍不安 与传 宁舍不安 是在敌人面前 要是我们都不安 法王那边也不安 两边都折了 谁会高兴 叔叔 那些中院人根本就没有骨气 只要我们撑一撑 他们就一定会玩下腰 那又怎么样 你发号施令他不听 骨子里跟咱们就不是一条心 你比他硬 又有什么用 他发号施令 我们就可以不听吗 当然不是 我们不仅要听 而且要全力以赴去执行 全力以赴去执行 叔叔 你可是一跺脚 日本列岛的法蝉的武神 为什么 为什么到了这里 你就像 就像 就像一个懦夫是不是 是 好 那我问你 九如法王和汪元正 是不是我们的盟友 说什么没有 他们也是在利用我们 那我们能不能让他们利用呢 比如我们抛开他们 自己干 能吗 你知道不知道 如果没有这些中国人 为我们充当耳目 我们在这里就寸步难行 中年人 是他们要靠我们 否则汪元正的几万海盗 早就被明朝灭了是吗 是 所以我们才能结为同盟 共同对抗明朝军队是吗 是 愚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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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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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